嘿!又來到我小秋里的佩生Studio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今天我們說娛樂新聞 那我們照舊啦!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這裡就說韓國天團BigBang 他們終於回歸了,合體回到樂壇 推出了一首新歌叫Steel Life 昨天Emi播出 Emi在Youtube上架短短三小時 超過300萬的收看次數 可以看得出,就算他們告別樂壇幾年 依然有很多粉絲支持他們 Emi裡面有G Dragon、太陽、大聲和Top 他們重現在歌迷的眼前 他們的新歌是以春夏秋冬的概念造成的 同時向美好的青春致敬 也好像一場告別儀式 這個Emi更有人覺得充滿了藝術感 更加他們的形象令人眼前一亮 和以往走的風格都有點分別 但有大陸的網民對BigBang回歸 就有另外的見解 因為他們覺得BigBang多年來都涉及黃賭毒 絕對是一個劣質的藝人 竟然還可以清明捷登上這個微博熱手 那這對BigBang值不值得翻身呢? 我就不評論太多了 但是客觀層面來看 他們的觀看數 這樣一出,其實都很多人去看 可以看到他們人氣都持續高企 就算告別樂壇幾年 回來也好 我們講完韓國的男子組合 我們回來講香港男子組合的成員 姜濤 姜濤在今年的凌晨 當時起他的社交平台 就上載了和全民造星兄弟的合照 和ERROR或者MIRROR 他們的一些全民造星時期的一些合照 姜濤就說 今天看到很多人鋪自己小時候的照片 我也想試試找回之前兒童節的記憶 但很可惜,也沒什麼印象 另外,因為今月的月底 是姜濤的23歲生日 分別在美國、日本、馬來西亞等等 各國很多地方 都有展開全球生日應援 姜濤表達感激之餘 也呼籲姜濤 他們不如將這些應援物資去做善事 幫助一下有需要的人 他說 知道最近有些粉絲已經開始 幫我籌備生日和新歌的應援 對這件事我非常感激 我想說你們的心意我全部都收到 但是今年我都希望你們將這些應援物資 用來幫助身邊更多有需要的人 特別是在現在疫情時期 社會每一個人都過得不容易 所以我們更加應該傳遞我們的愛心和力量 在自己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能力之下 呼籲別人或者自己出心出力 幫助一些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之前也有說過類似這些事情 而且我覺得 我不管我是不是他的粉絲 我覺得 有這類善心的人 真是為社會帶來一個正面影響的藝人 其實是任何人 我覺得這件事也很好 而且他這件事也是他值得紅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這次我就跟你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聊過 記得訂閱和讚好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